我朋友家里面来的客人 朋友的朋友来 他们要唱卡拉OK 我们看看这个家里面的设备真的超多的 可以看唱卡拉OK的客厅 这个男主人在打开设备中 拿出那个超昂贵的麦克风 一只要几十万 没有那么贵 一兑几万块钱 一兑几万块钱也不便宜 这兑几万块钱也不便宜 现在要打开那个电视了 看一下那个天空 哇 这个夜空 太厉害了 我跟你说 居然有八闪灯 我跟你说居然没有 然后有个大音响 那边也有大音响 感觉里面就在拍party 真的太热闹了 太漂亮了 在招呼他的朋友 看一下这边 女主人在泡茶 准备招待朋友 这边是四櫃 这边是四櫃 四櫃旁边就是电视 你还准备招待 那你六斤八的 就是比较不断 你就是准备招待 这位男主人跟他朋友 一直在讲台湾话 完全听不懂 完全听不懂 不摸擦 我知道 爱看的话就要看 爱看就是要看 你看我的听不懂 你还不在看 好 这个男主人在打开这个点 点歌 点歌机 点歌机像一个手机一样的 是吗 是任何一台手机都可以吗 要灌城市 要灌城市 这很厉害 城市达人 这个电视六十五分 这边女主人在泡茶 准备招待 大家来喝茶 现在是新的茶壶 跟刚刚的茶壶 他们要喝台湾红茶 这是台湾红茶 第一次看你泡台湾红茶 阿里山红茶 阿里山红茶 就是不用泡 跟他煮一下 现在煮红茶 对 好过 台湾红茶已经好好了 非常香 很香 哇 女主人要来烫杯子了 我们来看一下华丽的手法 来烫杯子 烫杯子 烫杯子是要什么手法 呵呵呵 我开始烫杯子 整个杯子用滚汤的开水 过一遍 台湾红茶的颜色很漂亮 好像红酒的颜色 好美啊 很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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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哦 好看一下烫过的杯子 要怎么煮 要拿一个夹子 正常其实是要这样洗 哦 要洗一洗 那今天是正常 那杯子太大了 很好洗 很好洗 这平常我有些要煮多 我觉得你的手法也蛮特别的啊 嗯 要用这个工具要不然很胖啊 要来准备摆盘子 摆盘子去给他们 看 这个虾会摆盘子 这样 这样就好了 要来倒茶了 进来看一下他们养的金龙鱼 超可爱的 这个金龙鱼 没有了 没有了 好 这表情 等一下我好受 他来看我 超漂亮 超可爱的 他要我来喂他吗 他以为了 他以为你要喂什么 OK 我没有要喂喂你哦 我来欢迎 朋友的客人 带了一些烤鸭 分享给我们 谢谢 那我女儿很喜欢 然后我们一起来 准备吃烤鸭了 打开了 哇 哇 哇 这是台湾的烤鸭 来吃台湾的烤鸭 哇 一整只鸭 我要去拿碗盘 哇 片鸭 我喜欢 你喜欢对不对 好等一下 我们来吃烤鸭了 很烤鸭 好吃吗 嗯 好吃 烤鸭 对很小 你们就是 统约的烤鸭 就是可以哦 他的客人带过来来烤鸭 吃烤鸭 吃烤鸭 任台湾 你们都不要做鸭 他们的烤鸭 我们已经不见了 因为他们的天气很干燥 人们没有烤鸭 你拿来拍完 你还没办法保持 回事的夹两片肉 好 烤鸭 烤鸭 我们现在吃烤鸭 好我们再吃烤鸭 来就很爱的,我们来吃的 阿伯再包一只烤鸭给他的夫人吃 好贴心,恩爱 他包给他老婆吃完之后自己包了 原来维持婚姻不容易啊 就是这样的点点滴滴 好贴心,好贴心,好棒 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 欢迎给我点赞留言跟订阅分享 拜拜 记得关注我